吉爾吉思人 會在許願樹上結上彩帶 將夢想寄託在虛無飄渺的傳說 漂泊半生的中國人 年青時代離開故鄉 幾十年來歸國的夢想 到什麼時候才能夠實現呢 我想過 我一定要再回去 我一定到一定的時候 要很好的回來 要創造四年 要很好的回到家鄉 在中華統計上的更異的事 是生地之餘 包括之救生的土地 公園和海民一致 擁有江山涵土地 深圳全能 天然公式十年 十年前 蘇洪大戰 吉爾吉思坦宣布共難 國家由依賴俄羅斯的請星殖民國 立志要成為中華上司 吉爾吉思人 經歷多災多難的歷史 吉爾吉思在當地裡 是草居上流落者的意思 他們世世代代過著漂泊的遊樂生 吉爾吉思坦 全國人口五百萬 其中吉爾吉思人佔六成 俄羅斯人和烏茲別克人 各佔百分之十五 中國人大約有一千個家庭 雖然這裡算得上是民族大用路 但是國民族間基本相處融合 吉爾吉思坦首都 比拾海黑 群山環抱 城市氣候溫和 但是高山之上 終年積雪 漂泊的吉爾吉思人 世世代代要和大自然抗爭 這個吉爾吉思青年 自幼過著逐水草移居的生活 生畜是他最大的財富 上幾代他們完全過著自給自足 貧困落後的生活 近年開始和城市接觸 會將牛羊副產品帶去市場賣 換取生活必需品 他們過慣無拘無束的生活 難以融入城市 我一直 spend 好 而且安全去我們 地 擠我們 賣食 我们每天都要赚钱 我们赚钱 漂泊在外的中国人 虽然生活上不会像吉尔吉斯人一样 居无定所 但是真正的家始终是遥远的中国 今年72岁的萧干 40年前被迫离开家乡 经历十几年风雨飘摇的日子 最终定居在比十海黑 现在生活虽然安逸 但是漂泊地废之不去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国家的观念 每个人都有加心爱自己的家乡 现在国家也复权起来的 我们家乡离开的国家这么多时间 在国外毕竟国外是离国他乡 各方面还不是所心理所安逸的东西 好像我还是集聚在别人的屋檐下 好像我这方面还是客聚在外国 所以我对自己的亲人 对自己的国土还是非常烦恋的 特别在年纪打的时候 年纪老的时候 对国土更烦恋 小干五六年毕业于武汉师范大学历史系 因为政治风暴被打成右派 开除党籍下放六村 六零年被逼离开湖南的妻儿 出走新疆 到了六二年跟随难民 走难去苏联 在过去我在中国流行年代的时候 这个物质上是吃不饱 全不能去不好 工作上也修 另外一种是经济上的是压力 他们这个说话啊不自由啊 这些经济运动搞得人心惶惶啊 互相都不相信 大家互相斗争 这种一天一 今年又要搞这个经济运动 搞得人心不安 所以这种情况在过去那个时间 我离开了祖国离开了祖国 离开了祖国离开了祖国 离开了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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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有个边境农场 收留一批中国难民 收留一批中国难民 还定下五年工作协约 萧干作为知识分子 漂泊下乡 靠努力换取生存空间 当中夹杂辛酸泪水 而生活条件亦非常惡劣 我们就在农场的安冬下来 他指令我们在这里工作 但是我们给我们的煮饭 就是一个正经煮的氧卷 一天把他们封锁一下 修理一下 就帮了十几个年轻小伙子 都安冬下来 住下来 白天就想跟他们去工作 人在他乡 加上言语不通 中国人成为当地最廉价农工 由朝早七点工作至晚上 一切只能够逆来顺势 我们生活没有工资 没有给我们发工资 他所给我们发的衣服 除了干货、吃饭、睡觉 没有其他的活动 农场里面最辛苦粗重的工作 都由中国人负责 而资方对于这批难民的诉求 完全置之不理 中国人受到极不公平待遇 我们这个 去我们一个不远的地方 我们隔壁啊 有个决命为那个犯人 就是已经被刑牢 劳改犯了 他们这个在来生活 他们的条件啊 具体条件给我们好一些 吃的给我们也好一些 他们还有工资发 最后我们开始 大家就不开相班 怕工 我们后来就绝食不开吃饭 要求离开加工资 要改善生活条件 结果他们都没有互动于衷啊 也不想办法 给我们不感谢 口头有说答应 行了行了 我们给你们想办法 现在没有钱啊 警号给你们发 他说我们也没有办法 只有想办法 离开这个想办法 离开这个 国庭坛离开这个农村到城市里面去 宵干偷走去城市 尋求警方协助 终于争取到所有中国难民 无需履行五年之药 去城市谋生 漂泊的中国人 又再收拾行装 重新上路 在前苏联广大的土地上 分散到各处谋生 不过 萧干出走异国 对故乡的家人造成极大影响 好啊 在家里影响很大 国内在政治方面说 我是本贵分子 去买祖国 对家里的孩子 妻子都受很大的打击 他们要求他跟我断绝一切关系 必须要和我发清界限 不能够与他与我 有什么同性往来 在这个治安工情况下 我的孩子 没有办法想很好的学习 也不能够想高中都不能想 他年纪还没有大 就为了生活去工作去了 我爱人也要 必须要和我断绝关系 不想的话 也不让他工作 也没有给他房子 都不让他住了 当初萧干离开中国 一心想着暂备风潮 希望闯几年之后 易感还乡 但是到了国外 生活压力沉重 而在国外 妻子被逼和他离婚 萧干孤身在外 感到一切希望破灭 我最小的弟弟给我来了信 他不敢在家里面家乡 他到另外一个情室给我来了一封信 他告诉说 哥哥你最好不要回来了 也不要和我们同心 最好你在那自己情家做生活 现在对你很不好 也对我们也不好 好 自此以后 他和家人失去言乐 寄出的信仿如石沉大海 归国无奇 下一节继续寻找他乡的故事 在苏联时代 大量俄罗斯人涌入吉尔吉斯加盟共和国 土生的吉尔吉斯人被排斥到社会底层 直至今日 他们虽然已经重新掌管自己的国家 但是依然无法摆脱贫穷 很多吉尔吉斯人 无正式接受教育 只懂少量俄语 无法投身城市工作 只可以在市场做简单卖 而住在比十海黑的中国人 是沉默苦干的一群 漂泊在外的萧干 移居城市之后 国政府分配在照相馆工作 简单的工具 单调的工作 陪伴他几十年 当初他离开中国 来不及告别妻子 走上流亡之路 千里冰封的天山 将他和故乡隔绝 八十年代 中国改革开放 归国再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离家的时候 儿子只有四岁 重逢之人 他已经成家 一别仿眼二十三年 但是也包括我非常高兴 我今天重选那个二十年以后 我来喝酒 我喝得更好 回到自己家乡 回到自己的祖国 我看到孩子讲得那么高 那么好 我心里感到非常高兴 也非常难过 我们彼此都要哭了 这种感情非常负责的 萧干在六五年 被逼和故乡的妻子离婚 还在六九年 和俄罗斯女子结婚 现在有三个子女 不过杰发妻的恩情 无法割断 多年来 他努力工作照顾两个家庭 我们这个照项的工作 这个时间啊 每天我们最少要干十二个小时 我给公家恩情的任务以后 我还要给自己干活 我每个月给公家 桥内恩情任务 记住还要给自己干活 干六个小时 讲好这个钱的目的是干什么呢 自经后培养自己的孩子 他们要想学 他们要接风 所以要买房子 所以为他们准备的 所以我自己很接近 很想买高级的东西 所以我这个钱也没有买 十年前 苏联变天 一向不问政治的萧干 也遭受无情打击 政府限三天时间 要人民兑换新货币 上限是一个月薪金 当时萧干 越入三百劳报 但是积蓄就有六万 相当于十万美金 他用一切办法换钱 但是市场上一片混乱 他领工资领的小弟 我请他去分 有时候请其他的人去分 也分不到 也不一定分得到 到最后一次就说 本了这个钱可以分一百块钱 我只要你帮我分五十块钱就行了 到下午就说分二十块钱就行了 只要分到钱都 过了这一天以后 这个钱就作废了 难见限期过去 萧干家中 仍有几大袋燕钞 半生生炉成果 变成废纸 这个钱一大批的钱 我们劳动的几十年 基于这个一笔钱 一两天时间就作废了 我们这个家里都非常气疯 也非常着急 这个特别是我夫人说 你身体劲营 没有买很多东西 也没有去做其他好的事情 那钱就作废了 他吃得很长时间 都不能安逸睡不着觉 吃不下饭 到发都发败 心里都发病了 当时存在银行的钱 亦无法兑换成新货币 银行发出收据 承诺三年后凭收据换钱 但是这个诺言 直到今天还未实现 吉尔吉斯坦独立之后 金融体系非常脆弱 政府官员 因为层层利害关系 胡乱发银行执照 银行接纳存款之后 相计倒闭 国家没有完善的保险制度 人民的血汗钱化为乌有 结果 没有人再愿意存钱入银行 金融事业如一潭死水 变天后的吉尔吉斯坦 引发连串问题 物资供应紧张 社会陷入混乱不安 在物资缺乏的时候 家里没有什么东西了 空了 买不到什么 但是通过核实 他不让活跃 可以买下这些东西 这都是有钱人 他就加倍可以买下这些东西 物资缺乏就是对生活很大的影响 有很大的影响 人民心里都不太舒服 有的发牢骚 有的香港有行示威 政府提出问题 政府也没办法解决 国家独立之后 九成国营企业关闭 萧干于是开设自己的照相馆 现在交给子女打理 凭着中国人努力的天性 生活给当地人好 在过去苏联的时候 生活比较安定稳定 无家一般来说都是没有今天家那么高 明天没有固定的 这个复杂是比较固定 每个人的工资都是有一定的休息 也没有这个 像现在的那个人 生活都没有找不到工作 工资也很低 生活比较困难 一般老百姓都有这个 现在一般老百姓大家都 现在很回忆过去苏联时代的生活 中国生活的日子 满载沉痛回忆 不过它不怨不恨 对祖国只是怀有欠救之情 一方面后悔就是说我来到这里了 没有对国家 对我们祖国 我没有尽到自己应敬的责任 没有做出生活经济 父母掩用了我 国家背影了我 我没有给国家做工作过 很好的工作过 没有发展自己的十年 半生漂泊他乡的萧干 归国是营绕几十年的愿望 但是她已经在婚 最小的女儿今年只得十一岁 极需要她的照顾和爱护 或者她会在女儿长大自立之后回国 又或者 这个只是一生一世永恒的盼望 还以为我们没有发展自己的 更多许多人 在学校里的崩监 也许多人 也许多人 我没有发展自己的 又没给他 她的心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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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